在中国电视史 中国电视明星广告片 很多人利用明星来拍广告 但是用明星拍广告 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利用明星的特色来拍广告 换句话说 就是什么人拍什么广告 什么人玩什么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几种明星拍广告的类型 像这位女明星 像以才女著称 她一会儿拍电影 一会儿演舞台剧 一会儿出唱片 大家都在猜她最近在做什么 所以她拍的广告内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都会问 不知道张小妹最近要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不过想尝试一些新的 你要尝试一些什么新的呢 好家在卫生棉 天哪 尝试这种心理啊 完蛋她好处在哪里呢 她有一层薄薄的知幽朗 让我几乎忘了她的存在 您看这就是运用才女明星拍广告的情况 用的多开心啊 还有一种运用明星拍广告情况是赶时髦最流行 像这一位俊男明星您看他拍广告的时候因为英雄片宏击一时 所以她的广告内容完全就是用英雄枪战来玩 你看他多厉害啊 咬一个牙线 你看看他多厉害啊 阿发双枪烈不虚发 把所有的对手打得像热壳上蚂蚁一样 你看他多厉害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拍的广告内容就像这个样子 在荧幕上我经常观点英雄 我们一定要充沛的体力 才能成为人生的英雄 英雄义让你成为人生的英雄 来干一杯 你看看多潇洒多么好的广告内容 你看看多么英俊哪 阿多厉害呀 呀多厉害呀 你这个人怎么死不了了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原来他也和英雄义怪不得 天哪 天哪 你让你高枪出路 死了吧 又起来了 天哪 天哪 还有一种明星的广告是要运用美女的美丽跟性感 性感 当然要脱离不了卧房跟浴室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时候就会一定会有个男友带着一束香花就来了 这位人兄也很奇怪啊 到了女朋友家里也不在客厅座 就直接跑到浴室门口 你看看你干什么 然后他还问女朋友说 亲爱的你在干什么 你女朋友不可能在浴室里面拖地影 这时候这女明星一定会回答说 我是在用香皂刺热我的皮肤 哎呦你听听这话 这时候男朋友听了这话干脆就打开门来看了 天哪你这是什么行为呀 我没有关系了 开广告嘛 这时候这位人兄还会说一句话说 亲爱的 你好美啊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好美啊 你不美啊 当然美啊 看美女出去还不美啊 这时候精彩的来了 女明星就干脆微条浴巾就跑出来了 你看 哎呦 有谁家的女儿跟男朋友约会 会微条浴巾就出来了呢 但是没有关系 广告要求是浪漫唯美嘛 然后这位女明星还会测的右脸 右脸呢 风情万种的在化妆镜前面写几个英文字 写的是ABC 英文小写程度不错 好的 这个时候呢 然后这个女的还会说几句话 她说 我还有更多的小秘密 哎呦 你听这话多么暗藏玄机啊 你看看 这对男女真是郎才女貌啊 哎呦 以上就是中国电视史上明星广告片 拍广告要有特色 就像刚才所说的 什么人拍什么广告 什么人玩什么 再见 个人玩的 我也见过谁 偶然 他们也在玩个视频 然后我们拍摄 这个人拍摄 什么人拍摄 对亲爱的 给我们下周觉的 一个人拍摄 宝责